哈喽大家好,我是每个个 今天打这个王子龙要排位 遇到一对好机友 就是这个明士隐和这个后翼啊 这两个人应该是开黑的 然后两个人都是在一起 就是一直在一起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是 这个射手就变得非常强啊 基本上对方都不敢靠近这个射手 一靠近射手基本上就被这个射杀啊 因为这个明士隐他 他那个链子能给射手增加伤害是吧 因为又能增加一速能增加伤害的 然后在危险的时候 一个大招过去 顺着又把这个后翼的血给补满 补的差不多啊 也不说补满 但是也能补很多 看下来如果说这这一把 如果说没有明士隐在这边的话 后翼这个被那个 公本一个大招抓住的话 肯定就要很危险了 我们再看 我这边是躲在草中里面 刚才差点就把对方的那个 公本也解决掉 后面公本也被打的 应该是残血的跑了 所以我们再看这边一波啊 看我们的后翼操作如何 操作的应该是这一波有受伤杀 还是非常爽 你看 中文艳 中文艳想跑跑不了 然后就剩下一个铝布 铝布那么点点血 根本就没遗免跑 然后再加上一个明士隐配合 然后又来一个那个 韩信 韩信之后一跳出来 马上就被我一大招给困住了 这里要说一下 张良 张良在这个赛地国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滑石啊 动不动就把人控得死死的 特别是对那个 后那个 韩信这样子的 位移英雄比较 比较多的啊 像位移技能比较多的英雄 公尊鲤啊 还有铝白都可以测制 名张良的话 而且张良现在在这个冰线发育的话 是非常快的 那这我们再说这个后翼 这个后翼看你们已经天下无双 有那个明士隐弹 不管这个后翼走到哪 明士隐都跟到哪 要有这样的辅助打起来的话 射手就非常打的 就非常爽了 非常容易 像这边差不多四五个过来 围围着他们两个打 我们队友都还没有过来 这边三四个围围过来 就打他们两个 那最后啊 这最后他们没有 没有合在一起 要不然他们就那个 在中午烟一瘸下来 然后那个后翼一个闪现 躲过危险 还说想救我这个超约 然后最后一波 就这么一波全攻冲上去 最后主要就是这个后翼啊 和这个 那个 平视影 一个都拿到一个金牌下落 一个拿到金牌混注 所以说他们两个打的 还配合得不错 最后就后翼还是死了一次 最后他们那个吕布 都不肯出来了 我就在他们家门口 换地银子了 沾两那个二斤呢 也是三开后面 就很高的 可能就下一个箭塔 可箭塔还高 那么我们找这个 现在我们下个银子